肖战经历了那场风波之后 事业在2021年初逐渐起飞 最近好消息接连不断 和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近期开播 此外肖战还踏入了话剧行业 开始尝试当话剧演员 另一方面肖战在不断拓宽自己的演艺范畴 事业蒸蒸日上 对于肖战来说 演话剧可并没有那么容易 肖战表演的话剧是《如梦之梦》 是一部很长的话剧 台词量很大 话剧演员需要背下台词 并且现场表演 极其考验演员的基本功 《如梦之梦》排练花絮曝光 肖战围观别人拍吻戏 生怕错过精彩部分 动作太可爱 肖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台下观摩 也是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由于肖战身高太高 而他又想站到前台观看 所以只能蹲下身子观望 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肖战对拍吻戏兴趣浓厚 说到这个 其实肖战对于这方面还真没有太多经验 拍戏的时候要么是戒位 要么是摆拍 俄罗大陆和吴轩仪大部分都是戒位 基本上和女主没有互动 肖战这次近距离观摩 也是为了学习如何拍好吻戏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